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至尊嘉宾 他是赵世文 Simon Chu Simon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退休理财 终身养老金 提前退休 并且是多倍收入 活得越久 拿得越久 并且是越拿越高 It's about 22到25%的bonus 如果您把其他账户的钱 transfer到这个里面来 对的 围绕了这个话题 没错 挑重点讲 重点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忘掉Uncle Sam Uncle Sam起码占有一半 我们的退休金 我们如何把Uncle Sam踢掉呢 没错 因为呢 大家如何也许没有想到 就是在大家计划退休的时候 大部分人是 都把资金放进去401K 放进去IRA 放进去Pension 放进去403B 457 所有这些计划 都是我们叫做Pre-tax 就是把税 暂时不要交 但是以后领取的时候 再交 所以大部分人是 有一大笔的资金 都是在Pre-tax account里头 401K里 那么退休的时候 开始使用了 那开始使用的话 也是影响到 大家取钱的时候 那个税率 大部分都会占有 30%到50%这个range 因为包括联邦 包括state 包括Medicare tax social security tax You know all of that right so when you combine together anywhere between 35% to 50% 是给了Uncle Sam 那么如果能够做得到 就是我们尽量的 自己去享受 不要给Uncle Sam做 另外还有提到呢 就是如果你要计划退休的话 每年的收入 在湾区水平来讲 大概10万块的income 不算多 每年要领取10万块的income 自己去享用退休 每年去用的话 起码您退休的时候 您的账号里边 一定要有2.5 million 250万 至少 至少 因为我们用4% withdrawal rate来算 其他不算的话 那起码 你的retirement有20年 这么长的时间 甚至25年 这么长的时间 那你4%withdrawal rate 起码 起码10万块的income 您是必须在账号上 现在有2.5个million 所以观众会说 您有没有呢 有的最好 那没有的话 要怎么办 尽早规划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real state的时间来讲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讲到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在我们理财的领域来讲的话 我们是讲到diversification diversification 就是分配风险 原因是为什么 在很多人是找我们做理财的时候 我们一分析它的portfolio 就知道大部分它的风险 都还在market里头 并没有为自己做一个backup plan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要持续上升 没有 不可能说没有风险 因为大家的钱投入在market里边 肯定有风险 没错 只是不同程度 可是有一些人 他觉得他是superman 没错 他投资永远是好的 他真的是错误的 对了 就看我们最近这个market的波动 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么大的浮动的话 未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所以我建议大家 做现在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把您自己现有的portfolio 做一个rebalance rebalance是什么意思呢 总结一下 现在so far up to now 效果怎么样 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未来该怎么办 所以规划 这整套理财规划里边 有两个工具 我们一定要拥有的 是什么 一个是offense 一个是defense 一个是进攻 一个是保守防御 进攻就是要累积财富 那保守呢 就是我可以不输 就是赢了 没错了 这两个是在每一个 无论是sports team 任何的 比如说NBA basketball 缺一不可 没错 你一队要赢的话 你肯定也要offense 也要攻 也要防 就是也有defense 所以您的理财规划里边 有没有这样的分配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们帮您规划的时候呢 第一 大部分的人是找我们的时候 都是说 你的return有多少 通常就是这句话 但是没有深入去了解到 自己的portfolio 能够承担这个风险 这也是多少呢 大家都不知道的 等到我们帮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就给您一个 叫做retirement score 这个retirement score 就是退休成功率 按照您现在的portfolio设计的话 无论您找advisor去理财 或者甚至您自己做投资 买这个股票 买那个mutual fund 买这个ETF 甚至买bond 或者等到CD现金 这些人士的话 都有不同的组合 但那是不错的 给我们一个idea 我们会帮您分析一下 你现在的组合 做对还是做的不对 还有最重要 这个retirement score 从1分到100分 对没错 您看过最好的人 大概是几分 还是65分左右 65分满意吗 当然不满意 这个代表什么 如果我们帮您分析之后 您的score出来是65分的话 就变成你的成功率 人在可能钱不在 人在世上 没有钱用了 这个很惨 没错 65%的意思就是 你的成功率 能不能够 you last longer than your money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帮大家绘画 真的要尽早做 对对对 尽早做 而且利用现有 这个理财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这个22到25%的红利 大家如果有401K IRA Pension 403B 457 甚至现金CD的钱 都可以马上转进来 马上您的账币 就可以多占 22到25% 这个红利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会帮您分析 这个基数就加大了 对了对了 还有最关键 就是这种类的计划 是没有费用的 我们不会额外 再收您一分钱的费用 还有保本 继续增值 持续的增值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最重要 对 因为无论您的portfolio 怎么去设计 您要赚多少多少percent 但是都不要忘掉 您的回报 跟您的风险 是成对比的 你要高回报 你就高风险 低回报 低风险 但是您怎么能够拿到一个balance 这个很重要 您的portfolio 一定要做一个平行 有没有高回报 低风险的 我也希望有 但是实际上 这个market是不允许 so that way 我们一定要设计成 按照您的年纪 计划什么时候退休 您的portfolio 该从什么年份 做调整 做adjustment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还有最重要 就是您的portfolio里边 有没有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就是我们叫做personal pension plan 就是永久收入 如果您现在portfolio里边 没有这工具的话 您现在有多少钱 你开始退休用的时候 用可能有一天 personal pension plan 也可以经过调整 做得出来 没错 在我们规划里边 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对了 所以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promotion时期 22到25%的红利 马上做一个roll over 我们帮您设计您的retirement 这个是可以直接找Simon 来make一个appointment 就是自己的理财 退休规划的score 看看自己做得怎么样 自己要给 经过专家 给自己打个分数 同时因为现在是11月 还是在其因 medicare健保的 open enrollment的时候 这点也要很快的提醒大家 对了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是10月15到12月7 medicare转换期 所以如果您需要调整 您未来一年的medicare计划 请参加我们湾区 巡回讲座 每礼拜二在Fremont 礼拜三在Saint-Losay 礼拜四在Oakland 礼拜五六在Saint-Francisco 举行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有很丰富的知识 那我们这个单元的 这些访谈的内容 都是very very valuable的 感谢Simon 谢谢您 谢谢 朋友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第二段的访谈 休息一下还有一段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哦 马上回来 现在在美加各地 多谢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 SBTV.KTSF.com收睇 拜拜